最近天氣終於開始轉涼了 最適合是去逛山和野餐 今天就讓我教大家用一個非常簡單 而且非主流的方法去做野餐小食 只要用上這個冰格 簡單三分鐘就可以做出不同口味的壽司 是不是鼓勵不到呢? 馬上看看有什麼材料吧 如果不想壽司飯那麼單調的話 就可以分一半的白飯出來 然後就加點飯素下去 這樣就更加好吃了 果然用了三分鐘就可以做到 這麼多款不同口味的壽司 而且用這個做法做 比起用傳統壽司的款式更多樣化 大家就可以按個人喜好加入不同材料 下次去野餐就可以和朋友一起試下做了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